我们的箱子进去丢了 拍到这里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过渡 嗨朋友们欢迎回到PW频道 终于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开版Vlog 这次我们要横跨美国 因为我正好要去三番办点事 所以就心思顺道开到Lake Tahoe 花三天 出发之前我要先整理一下我的雪包 然后开箱一下我这个雪姬新买的雪板 我开始不能去滑雪了 没事 我开始不行了 你都受伤了 很小的可以 这里 这块板子是从奥地利寄来的 它前面这里裹了一圈把刃包起来了 还有一些小的像Airbag一样的东西 应该是防止它把运输盒滑 这块板是今年DC的 Star Wars的联名款了 全美它都没货 它不是说断货 其实就压根没收到货 所以我只好从一个欧洲网站上买了 然后寄过来 挺快的不到一周就到了 这网站感觉还挺良心的 叫Blue Tomato 或是Tomato 好的热色完毕 鸡场见 今晚间买了点吃的 Taco 牛肉 鸡肉和猪肉 刚才就是赶路 我现在赶紧看一下 德国队回家还是出现了 我从小就是一个德国队球迷 因为小时候我妈买过一件 德国队球衣 不知道什么夜市上买的 我是不是看错了 我一分钟前还2比1 德国落后了 怎么3比2了 德国里钱了 不会是去年的几景吧 不是吧 好味 收到一条恶号 说我们的箱子急丢 会不会有可能是因为你这个行李箱太大了 第一次遇到丢行李救命 我以前也丢但是下了飞机之后才丢 然后他就找找就找到了 这个明显就是没上车没上飞机 会啥戏 锁金球啊 消费一个 现在就这点好 什么样 我现在脑子里面想的全是我丢了的行李 你搁这火锅呢 湾区体育名人堂 你干嘛 阿晋 Tim Hardway 外人的球衣 Jason Kidd 公司都踩一个大类 排队人巨长 其他的车行都基本没人 排了整整一个都要使 刀坦的人给我打电话 说我的板猫 坐下一班飞机来了 到了这两班航班差两个小时 这个车行叫Dollar和Thrifty 他们两个同意 反正来三班别同一家车行坐航班 这住车做坏了 这么晚只有咽掉 那我今天没有受伤的幸福 行吧 喝口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现在已经办完事了 我们就要往Tahoe那边开了 我昨天晚上在家查的时候 开过去只要三个多小时 现在看了五个多小时 实测 开了差不多一半 还有大概两个半小时就到了 还行 现在精神状态良好 也丝毫不困 我们现在大概要20分钟到谷底地 这里已经冰雪覆盖了 这老哥比较惨掉血流 找了个人帮他拖位 每一个都下雨中 哈哈哈哈 还有铁日漆西 还有铁日漆西 现在是8点38 我们住的地方离雪场只有10分钟 我有一个同学 都有一个大的同学 今天也来 他一个小时之前给我发微信说他到 他是从San Jose那边出发了 就是我们昨天出发的地方 我对班去程序员滑雪的这个卷王文化 一直遭有耳闻 哈哈哈 而且他们的day trip 就是下午滑完再开四五个小时开回去 我不理解 但是特别respect 哇 好美 我们今天来这个雪场 哎那里还有好运生火呢 叫做Palestine Stockholm 它是1960年冬奥会的剧班地 难穿不 每年第一次穿鞋子贼痛苦 哈哈哈 现在把这些能解开都解 见证奇迹的时候到 要找着那个感觉 就像找西饭机开关一样 然后 然后你也没穿进去 然后就立大出奇迹了 当然我手上也没闲着 刚才看发现 这里的绿道特别少 都是蓝道 仅有几条绿道蓝车也没开 还好吧这样看着 哈哈哈 这种操作还好 是 我看着 哎呀呀 哎呦 我得我得我得 来车二番站 哈哈 我去 你给我探一下啊 现在一直在下雪 然后换完之后 衣服成这样了 不知道怎么把肥皂洗出来 上次没有洗干净就脱水了 拍到这里 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过渡 现在是第二天 就是昨天后来雪下特别大 狂风暴雪 打了脸疼 基本划不了 但是怀着激动心情 监狱开板第一天 还是在墙子滑到了关门 可以放个素材看一下昨天 专业运动员在狂风暴雪中 结束了一天的洗口训练 我们在这个地方待了两三个小时 这个床上全结冰了 这个人在拿他的血裤 把这些冰给蹭掉 anyway然后晚上到家之后 我俩就生病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冷的地方太冷 热的地方太热 作为一个重生的菜鸟 我最后下午两趟上去 真的是我就整个脸 冷冷的冰雪在我的脸上拍打 最后就是这样子 再这样再玩 等到回到温暖的地方 这个地方有一个 空调 呼呼对着头垂 然后我们两个人第二天 喉喉喉很痛 大概就这样吧 然后现在因为我们都没有力气 出去再吃饭干嘛的 这是我们的晚餐 炒鸡 一点chips 和一些面包什么的 今天起来一天都在下大雪 加上我们也不太舒服 所以今天干脆就没去滑 开半vlog的滑铁路 滑雪真是一个非常娇贵的运动 这雪大了不行 雪小了没得滑 风大了 缆车都不开 太阳太晒了 雪还会化 现在我就祈祷 明天一觉睡醒 我俩能好一点 然后最后一天在这儿 能滑上bluebird 看天气报说明天 基本不下雪 fingers crossed 现在是第三天 外面又在下大雪 感觉 今天计划又要泡汤了 大概 过去的三天 每天都是这样的雪 还记得对面就是他 现在啥都看不着 早上好朋友们 这个就是Lake Tahoe 对面就是Tahoe 今天是我们在Tahoe的第四天 前三天连着下了三天的暴风雪 今天是一个bluebird day 但是我们要去机场回纽约了 行吧 滑雪很看运气 下条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